國營事業比如說它在民營化的過程裡面 看起來它好像是民營公司 但是它的董事長總經理都是官派 那你沒有守住我們公股的最大的利益 反而在裡面公器私用 賴清德說要信賴台灣 你們的公股代表都在那邊胡作非為 那怎麼如何的信賴 台肥公司他們在4月19號的時候 那麼他們決標了一件 就是他們的土地資產的出售案件 總價是高達26億 總價高達26億之多 它算盡多少呢 算盡23億 3月16號它公開招標 那麼分別在4月17號跟4月19號 分別呢開了資格標還有最後的價格標 4月19號決標 然後呢它到5月5號才發布重訊 按照證交所的相關規定 因為上市公司 尤其你有這麼大的重大資產 除非有這麼大的重大利益 你應該在最遲在 等於說第二個營業日 第二天它就應該發布重訊 有沒有隱匿重大資訊 而有內線交易的問題 因為從4月19號你們決標之後 一直到5月5號 那麼也確實台肥的價格 從4月19號當天的57塊一路的上漲 那為什麼要隱匿重大交易資訊 是因為為了有特定人要做內線交易嗎 還是另外的就是對於取得資產的人 有跟你協調 因為他一時湊不出這麼多的第一期款 因為我剛才講這個金額非常大 二十六億